香港科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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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因為 你看回上一輪的消費券 可能它也叫做減少受惠 之前你看回 對上一個月的時候 九月初 其實它月初就會公佈 對上一個月的 商品交易壓制GNV的數字 你看回8月 他們自己的GNV 都去到6.3億 客戶上也有不錯的增長 他們自己公司 一路營運以來 HKTVmall以來的一個新高 當然這個趨勢 我覺得都有機會持續 所以如果去到 10月7日 它又會再公佈 9月的數字 我覺得有機會會是一個亮點 就算你說 似乎那個增長的勢頭 沒有8月那麼高也好 另外一個憧憬就是 明天大家就會拿到 第二期的那個消費券 所以可能都會叫做 有一點點憧憬 其實它之前因為那個推廣 就做得挺成功的 如果你看回他們自己的集團的公佈 就是說你350元可以買到500元勵券的推廣 是令到他們 上客是快了很多 如果你說伴隨著 第二季的消費券 到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公司都會有 第二輪的這些 吹谷或者優惠的措施 有機會其實都會令到 那個股價受惠 你見回其實今天都有一點點 叫做偷步炒訊 都升人3%了 我覺得你短線 Igon11元這些都可以試一試 可以嗎